在美国碰到现代城市没怎么办 我们常常听到离婚的一方他诉苦 他说我这一辈子呢都留在家里面 含辛茹苦 我呢还赚钱养家呢 送他去念不管是法学院啦 或者是医学院啦 我还带孩子 所以他可以高枕无忧的去念到这个法学院 或者是医学院的这个学历之后 找到高薪工作 没想到我还没想到福呢 他呢就有了外遇 就要把我给离婚离掉了 那么这个故事就有点像我们的古代的陈世美的故事 那么飞上枝头之后 就把自己的曹康兹基给修掉 那这样的情况在加州的离婚法里面呢 会有对你有保障的 加州离婚法是说 你呢可以把这个付出的教育费用 把它要求赔偿要回来 那打比方说在他多年的这个求学期中呢 是花了你20万美元的话呢 你可以要10万块钱回来 为什么是一半呢 因为这个20万元在加州的离婚法的眼里面是共同财产 那20万里面有一半是你的 那一半是他的 那所以呢你可以把一半要回来 所以可以拿一半回来 那么这里面有什么的例外的情况有吗 有的 例外的情况就是说 比方说你们双方呢 都有支持对方去接受教育 然后找到高薪的工作 那么这样的情况就等于是负免了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他拿到学位找到高薪的工作 然后到离婚期间 差不多有十几年呢 就是蛮长的一段时间 你呢也享受到了这样的成果 如果你已经享受到这样的成果的话呢 法院一般呢就不会给你这样的偿还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你的配偶说 法官我之所以能够付他这么样的高额的赡养费 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高薪工作 如果你要我又给他这样高额的赡养费 又给他偿还他的教育费用 我不是等于是双面的给受了惩罚吗 所以这样子的话 法官也会觉得这样是有理 就判他说不需要付还这个教育的费用 而付赡养费 那除了这个把学费要回来的部分之外 其他关于赡养费跟抚养费方面呢 就由一般的法律 也就是加州的离婚法来分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